中国女排输给土耳其沟 主公李盈盈在采访中说 不一定她会有下一届奥运会了 希望能看大家一起打一辈子球 但今天之后要和很多人开始告别了 我不甘心大家的终点是一场2比3 这段话真的让人震惊 真的很感伤 李盈盈撑起了这一周期进攻的大梁 她真的值得一块奖牌 三年来她一直扛着队伍走到现在 真的辛苦了 她三年没落下一场球 甚至一局都没有 很难想象没有李盈盈的中国女排 会是什么样子 她这几年真的太不容易 国家队俱乐部全年无休 伤痕累累 她说可能没有下届奥运 替她惋惜又觉得是个正确决定 或许也只有这样才会延长职业生涯 本周期的三年 李盈盈长场打首发 伤病积累 肯定打不了下个周期 身体都是伤病 尤其是膝盖和手肘 身体透支太严重了 状态不能延续下去也很正常 所以才会没有信心坚持下去 估计李盈盈一直靠冲击奥运会 这个意念撑着呢 现在输了比赛 心里应该没招没落的 一下子失去了方向和支撑 需要缓缓 笔者相信 以李盈盈要强的性格 不会就这么结束自己的追求的 之前看她打塞尔维亚 眼睛里都是对胜利的渴望 真的觉得好可惜 两次奥运之旅 都没有登上更大的舞台 希望未来能不能去打打国际联赛 以及中国女排 能否换个更国际化的教练团队 真的为她可惜 辛辛苦苦两个周期 场场上场场贡献 到头来奥运会历程都不好 一块奥运奖牌都没摸到 她本身实力够强 又那么勤奋 凭什么 而且对李盈盈来说 这届奥运会是冲击领奖台 几率最大的了 下一届奥运会 中国女排更加清皇不接 真的生不逢时 这几年她真是不容易 先好好养养伤 再想要不要再继续吧 笔者也希望 她只是一时的心灰意冷 说出来的话 朱廷年初也有退役的念头 后来河南省排管中心 跟郎岛鼓励她 才放弃这个念头 希望回去之后 排管中心跟天津 也好好鼓励鼓励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